大家好我是真時君 視頻開始之前請大家先看一段視頻 這個電影來自電影《高山下的花環》 電影背景是1979年的對月滋味反擊戰 電影裡的士兵小北京因為連續兩發炮彈都是雅彈而被敵人發現 中彈壯烈犧牲 梁連長報著寫有1974-4的炮彈《大神木馬》 批林批孔批他奶奶的 現在很多年輕朋友可能對批林批孔這個詞很陌生 第一因為時間9月發生在70年代 第二是因為它是我黨一場錯誤的左傾運動 一段不願被提及的歷史 所以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或者去翻閱大量食料 很難知道它的時末 首先從字面上來看批就是批判的意思 林指的是林彪 而孔指的是孔子 組合起來就是批判林彪和孔子 甚至當時民間還專門編了關於批林批孔的兒歌和各種畫報 來對民眾們進行宣傳普及 那為什麼要去批判林彪和孔子呢 又是誰去發動的這次批林批孔的 首先時間咱們要倒回到1971年9月13日 也就是林彪逃火叛逃出境 墜疾身亡事件 史称913事件 事件發生後 中央便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 在搜索林彪住處時 發現其在閱讀的書籍上寫有尊統的話語 也搜索到一些肯定孔子孟子的材料 於是教員便借用林彪集團反革命的事實 在多個公共場合提出了批孔的問題 以此來論證 林彪集團是極右傾向 也直指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從而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這麼說大家可能會有疑問 林彪反革命跟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什麼關係呢 這便要深迫一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了 從1966年開始 教員便發動了這次 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道路運動 這場運動尊重的就是法家的變革思想 把資本主義當作人性的惡劫進行反對 破除思想 既就思想既文化 既風俗既習慣 而千百年來被歷朝奉回之國理念的儒家思想 因為和當時社會指導思想背道而馳 便首當其衷劃在了被反對的第一梯隊 說簡單點就是 我搞文化大革命就是破除這些舊東西 舊文化 你創造一個新社會 你還去維護幸福吧 那我就要搞你了 所以當看到林彪家中有孔孟這些資料時 便發起了這場批林批孔運動 以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 而發動這場運動教員起初是針對林彪及其關系密切的李德生等人 但是江青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四人幫成員 就利用這次運動來批判被指責具有中庸倾向的周總理 所以受到波及的周總理 甚至不得不自己助詞召開批斗自己的大會 並在會上做出檢討 而且江青還指使當時所控制的寫作班子 對中央、地方、軍隊的一批幹部進行攻擊 引射周恩來的儒 總結一句話就是 教員發動這場運動 可能只是為了維護自己堅持的文化大革命 他卻被四人幫利用 以此來對付許多老一輩革命家 那為什麼電影中的梁三喜看到這個 要有這樣一句怒罵呢? 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講 批林批孔運動 它只是響應上級號召自上而下發動的 並非老百姓的自發行為 再加上文革運動使群眾飽受動盪之苦 所以當批林批孔運動最初在孔子的老家取富開戰時 群眾的態度是消極冷淡的 老百姓認為 林彪和孔子相隔兩千多年 他們根本沒關係 批林可以批孔沒必要 而且孔老二死兩千多年了 人沒見過書又沒讀過沒法批 由此可見 對於有江青等團夥發起的運動 並沒有得到群眾的支持並聞風而動 甚至當聽說波及到了周總理 有些群眾都有點怒火重燒 但群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自己連肚子都沒吃飽 就天天批兜這批兜那 自己把庄稼種好 多打糧食 多給國家做貢獻就好了 批不批得無所謂 這是大多人的態度 而從發展的角度來講 當時搞批林批孔運動 反過來就是擁護文革 所以使文革再次達到高潮 人們因為害怕被扣上資產階級利潤掛帥 以生產壓革命的帽子 簡單點說就是怕高多了 被人說成是在搞資本主義 所以不敢大膽的放手生產 每天忙於無休止的學習會 批斗會 停工停產 大家每天都在搞政治學習 生產任務下來的時候就沒有時間完成 就只有一次充號 導致工業生產大幅下降 不僅在軍隊裡 社會上很多七四年生產的東西 都是處置爛造 根本達不到使用標準 那結合了以上幾點 咱們就不難理解 梁三喜當時為什麼會這樣一句怒罵了 一場本不屬於人們的運動 卻被一群不懷好意的人強加生產 雖然最後在中央領導之下 該運動得到了平息 但是在領域受傷害的人 永遠也回不來了 真實軍認為 每段歷史都有它獨特的意義 而批林批孔這樣的錯誤運動 發生在我們的歷史當中 我們也不應去淡化 牢記曾走過這樣的彎路 吃過這樣的虧 卻給後人亮起一盞警示燈 去為他們借一座正確的直路牌 好了 我是真實軍 只講真實的歷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點贊關注咱們交個朋友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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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